開始 爬一隻鱿仔到底需要多少時間 爬鱿仔有20萬年時間的高興鄉大部小區 理事長中座鄉爬給你看 幾秒? 6秒! 8秒95 有經驗啦 有經驗啦 有經驗的技巧 標準就是這個 我一刀下去 變過的時候 我就跟他過來 開始爬這個就爬掉了 你爬的時候 這個用 要有勞 不能爬到沒有勞 就變壞了 最多的大家才有勞 好吃 不要爬 不要爬 要爬就鱿仔就沒了 爬一隻給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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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一隻鱿仔 爬一隻鱿仔今年只需要8秒多的時間 不過現實你如果是有信心 可以爬中座鄉的速度更快 爬到好 就要趕快來國慶香港公司 報名財務在鱿仔來爬鱿仔比賽 還有獎金賺獲獲獲獲獲獲獲 下鱿仔比賽 最高的都80幾歲的阿公阿嬤 他們都來比賽這個下鱿仔比賽 最年輕的只有16歲 所以有這種傳承的意味在 活動非常精彩 大家可以來看看這個下鱿仔的高手 他們如何競技他們的手上的這把刀這樣 每年在鱿仔的新三級 國慶香港公司的基盤鱿仔 來提供當地國賓一個鱿仔 今年馬上要在這幾月16、16、17、2天 在大寶社區來基盤 還有準備豐富的大眾 要讓大家來摸菜 歡迎我們這個8月16、16年 大寶社區就是要辦一個鱿仔 要煮鱿仔麥 要歡迎大家來吃這個都不用費 今年在鱿仔中的八鱿仔比賽公司 馬上開放報名到一個禮拜五 再次邀請大家來吃鱿仔、八鱿仔 體驗高興鄉的迪士文化 記者王真心,藏武道